好有型啊 今年應該說這個秋冬他們的版型 在韓系一點或者比較型格一點的Style上 他們的Cutting有什麼轉變 有什麼改動呢? 就是在那個手袖 本身是一個比較誇張的 一些Pon-Pon的手袖 新延落了 去到一個比較闊的甲圈 而且一個版型偏短的 但其實那個空闊力相當之充裕 你看到是相當之闊身 但那個版型是真的偏短的 那這個...這一種的Style 我自己就... 如果你說計真是拿... 就是比較...我自己應該... Sorry 應該說我自己喜歡的 是偏向於外套款 如果真是Top 我就真是少入的 但如果你說外套 或者這種牛仔褲 我接受到的 是啦 但如果你說這個是Top 可能我自己就... 嗯... 未太考慮住 但如果是做外套款 我覺得很有型 尤其是牛仔褲 我覺得很有味道 那這個就是兩個顏色的 一個復古的... 復古的洗水藍色 那是很Vintage的那種味道 那另外這個呢 就是灰黑色 都很漂亮 兩個顏色都很漂亮 那你會見到 其實版型真的寬鬆的 那後腹這些位置 是有少少像斗篷那樣的... 的狀態 因為都真的... 空很闊 是啦 所以它的版型是... 但其實你正面看 又沒有什麼 它不知道在後面是真的... 偏寬... 即是它那個... 後腹的那個位置 是... 是... 是真的這樣 那看自己喜歡不喜歡 但如果你自己是真的喜歡 型格一些 特別一些的牛仔褲 這個cut是很漂亮的 真的做得 而且它是一個拼袖的設計 那你會見到... 極誇的... 這個... 甲圈 那它整個手袖都是一個... 冷尿來的 對 軟屬的冷尿 那它... 有... 牛仔褲基本的細節 對 這個假袋 假袋 但是它假袋得來... 哎呀 靠近給大家看看 假袋得來呢 你會見到它那個... 紋理 那些線 復古感非常之足 那這個是假袋來的 你看到的細節都做得很足 那... 嗯... 對 對 那它裡面是這樣 沒有你布的 對 布料... 這隻... 正常的牛仔布料 對 軟身的 很軟身的牛仔布料 那... 對 我就是... 偏型的 也是偏寬鬆的 那你會見到 其實今季的... 外套款 甚至TOP很多都是這種版型 Based on這個版型去... 再轉換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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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呃... 就是... 少少再玩多一點的誇張程度 那它Based on這個藍本去做的了 對 應該這麼說 Based on這個藍本去做 那... 對 看看自己喜歡不喜歡這種風格 那是幾有味道的Style 那... 剛才都講過了 真的有一個偏短的版型來的 我盤過在這裡 腰... 差不多腰的位置來的 那... 呃... 這樣 對 你自己搭配內疊 那內疊那方面 就不需要考慮了 因為... 就什麼都塞得下的了 那如果你說 就是... 對我來說最理想的 那就搭配這種Basic的... 呃... 正常的Cutting 對啦 那正常的Cutting 內疊就已經OK 不一定要這些的 你Casual的T Cut 就已經是很有Style 對啦 那... 那我再搭另外... 我現在就搭了這個 這個... 型格B的... 複款啦 那我另外... 暗黑... 欸... 灰黑... Sorry... 灰黑那個我搭另外一種風格給大家看的 那鞋子 我搭了這個懶老鞋 其實已經是... 很... 很有味道的了 好... 好... 好...